大家好,我是名偵探沐浴 大家好,我是名偵探狗刀 今天我们俩同时接到一起 多年的米娅 要去到乡村老财调查一起 曾经在历史长河里的米娅 是的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老财门口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装备都带齐了吗 带齐了 走吧 果然还是放不下这个案子 但是晚上来这里 还是有点阴森啊 毕竟这间房子荒废这么久了 被锁住了 大门被锁得死死的 咱们得找东西把它撬开 嗯 去下一个场景 有把破碎的斧头 刚好可以劈开 走 怎么感觉比上次来的时候还乱了 你有印象咱们上次来过吗 来过吗 先不管它吧 四周看看能发现什么吧 嗯 点击大一 哦 又喝火柴 先去右边看看 这是客厅吧 一张破碎的照片 只剩下一个小孩子 我猜左右肯定是他的爸妈 按照我多年侦探的经验 这两张照片的碎片 肯定有类似于密码什么的 你好聪明 哎 这有个鱼缸 鱼肚子里面 有钥匙 嗯 我看到了 柜子上面还有一个东西 获得了手把 沙发上有个木匣子 红木匣子 红木柜子 嗯 点击上一层 上一个抽屉 获得了那个量一架 嗯 下面这个需要密码 这红木匣子需要什么东西打开 是不是这个把手 按钮 嗯 对 哦 打开了 照片的一角 给它拼上去 八九 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调查 怎么了 一家 放到电视上 哦 点开了 居然还有电 需要密码打开 修去办办的电视 是不是跟照片 照片上那个密码一样 可能吧 但是我们只获得了一个密码 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 获得一个那个苍蝇贴 再先去下一个场景 这里漆黑漆黑的 又下角 苍蝇贴在哪儿 你说又下角会不会是苍蝇啊 看上去好像是苍蝇 哦 我获得了一个苍蝇 这里有个竹台 上面得放蜡烛 抽屉在电视柜的那个 玻璃柜里面 哦 是不是把苍蝇给鱼吃啊 很有可能 试试看 它吃了 哦真的 拿到了钥匙 你还是这个 下一个场景 给它打开看 获得了一个小刀 这小刀应该是 可以撬开这个玻璃柜子 又获得了一个碎片 果然是爸爸 诶是爸爸没错 189 去电视那边是不是 打开了吗 嗯 打开了 518 这应该是那个 鱼缸下面这个柜子的密码 获得了蜡烛 518 哎 没错 蜡烛应该是放在这个 秋黑房间这里的 给它放上去 然后火柴 点亮 可以去其他房间了 哦 我也玩带序 是的 客厅是 客厅的地方 咱们都已经解锁完了 是啊 咱们这张地图 就先玩到这里吧 好嘞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